大家好,现在我位于莫斯科市60公里外的库宾卡小城 这里呢,有一座非常有名的俄罗斯的坦克博物馆 在这里呢,在十分钟之后已经要举行一刻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役的一个重演 我旁边的这位老战士呢,就是二战传说中的非常有名的T-34坦克 在十分钟之后呢,这位老战士呢,已经要参加到这次战役当中的演绎当中去 今年是斯大林格勒宝贝战70周年的纪念 在位于莫斯科市以西60公里的库宾卡小城里 再次演绎了这场战争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是二战中前苏联为国战争的主要转折点 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血腥和规模最大的战役之一 一个以当时苏联红军领导人斯大林名字而命名的城市 对于希特勒来说,这场战役不仅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还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 1942年5月,德军横扫苏联西南地区,逼近斯大林格勒 德国空军对苏联南部城市斯大林格勒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 德军攻入了市区,苏联红军进行了激烈的巷战反击 最终合为了全监轴心国部队,战争带来的伤害是无可估量的 战后,整个城市都化成了灰烬 双方战死,户上的士兵也不计其数 为了纪念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可歌可泣的英雄市集 这座城市在1945年被命名为英雄城 60年代,苏联在城外的山丘马马耶夫港 竖起了高达52米的俄罗斯母亲纪念碑 我扮演的是炮兵军官 我们的任务就是誓死保卫战壕 我们为了这个活动排练了一个星期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 我的装备是42年战争时期的 军用望远镜,军用公文包和手枪 还有就是42年时期的军服 我是射手,在第一战壕 我应用的牺牲了 有一些牺牲了 剩下的一些获胜了 我们挖了火力点 每个人都有活干 莫辛纳干43年的枪 很好用 这是伯伯沙 是48斤设计的冲锋枪 也是43年的 很好用 有72发子弹 吉格加利奥夫清机枪 在战役70周年之际 在我们眼前再次上演了这一幕 历史的重演 也是为了再一次提醒我们 远离战争 远离纠纷 原来的斯大林格勒市 现在已经改名为福尔加格勒市了 福尔加格勒市民多次呼吁 重新回复原来的名字 斯大林格勒 斯大林格勒已经远远不止是一个骄傲的城市名字 而是一份历史 再次听到它 我们会想起那残酷的战争 而是我们远离战争 远离伤亡 远离痛苦 非常有意思 组织者安排得很好 我想孩子们非常喜欢 因为他们看到了真的坦克是怎样开的 看到了这个 他们也能想象到 多少年以前是什么样子 我们很喜欢 我知道我们牺牲了很多人 我们保卫国家的战士 牺牲了很多 牺牲了很多人 希望他们永垂不朽 我们会一直记住他们的 记者 张伟 莫斯科报道